沙利文8月29号结束访华,咱们是给足了面子,但这里子,老美仍是一点也没返回来,8月的最后一天,在中国掀兵礁非法滞留130多天的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,于上午8时2分起锚,在细胡虾转悠了4个小时后,中午12时06分,以极不专业危险的方式,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件。 最终导致两船发生激烈擦捧,从现场情况来看,又是在中方多次警告无果的情况下,菲律宾海警船肆意妄为,故意对中方船只发起冲撞,中国海警5205件的船头,被撞击留下两处痕迹,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海警终于忍无可忍,逮到机会也是时候清场了,海警5205船以斗牛般绝利的方式, 一股作气推着菲律宾海警9701号,移动到两公里外的西湖边沿,几乎推出了仙兵浇水域。 撞击事件发生后,菲律宾发出了不少视频,着重描绘了中国三艘海警船,两艘托船以及大批量渔船,将菲律宾9701号巡逻船团团围困的情形。 意图很明确,无非又就是在暗指中国势强凌弱。 视频很清晰,中国海警也确实上了不少大家伙,不过菲律宾很快被自己发布的视频所打脸。 从现场情况来看,飞方船只的下场完全是自己做的。 你菲律宾9701号巡逻船,在仙兵浇西湖内持续激动,寻衅肇事,中国海警5205舰正常进行航路管制,结果9701号抗拒之法,还加足马力往前冲。 可中国海警岂能让你,因为对中国来说,仁爱浇的一艘马德雷山号已经太多,绝不允许做摊戏在仙兵浇再度上演,而为了避免第二个仁爱浇问题出现。 中国早已派出大量船只,赶赴仙兵浇控制局势,除了常规的海警船之外,甚至还包括咱们看到的两艘大型拖船,再加上早就在仙兵浇附近活动的南海,就116拖轮,三艘超过2600马力的大历史汽具。 这一次显然是不会灌着菲律宾的恶意坐摊。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,菲律宾这艘主动寻行肇事的9701号船,已被中国海警船驱赶至仙兵浇西湖以东的边沿,曾经的炮打金门,现今成了见状仙兵,其效果丝毫不减。 估计不用多久就能将其彻底驱逐出仙兵浇水域,哪来的就回哪去,恢复仙兵浇无人,无涉事状态,颇耐人寻味的是,在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,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的现场,美国一架P-8A反潜巡逻机,就在附近空雨观战,一方面是在为飞方壮胆,另一方面自然是在向中方,展现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, 可谓是一箭双雕,可令菲律宾尴尬的是,大老来都来了别总看戏啊,你说的军事介入,难道就只是这样摇旗呐喊的程度,可以肯定的是,美国断然不会轻易与中方撕破脸,承诺的介入支持,只是停留在口头上,什么派军舰护送飞船进行运步,一句玩笑话,听听也就得了,当然飞船这次投铁,也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, 菲律宾坐摊抑制已绝,如不果决清场,百密终有一书,但南海群狼环似,虎视眈眈,除掉马前足容易,但如何做到把背后的虎狼连根拔起,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, 在南海这片波澜壮阔的海域,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,再次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争端,推向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, 菲律宾海警的公开指责,声称中国对其坐摊先兵交的马格巴努亚号海警船,实施了过分的围堵行动,实则是对中国依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,和海洋权益的误解与歪曲, 面对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挑衅行为,中国海军与海警部门迅速响应,部署了包括六艘军舰,三艘海警船在内的强大力量,并征用31艘民船,对马格巴努亚号实施了全方位的监视与管控,此举旨在通过和平、合法的方式,阻止菲律宾继续扩大其非法侵占的企图,并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,值得注意的是, 中国在此过程中的行动并非过度武力,而是依据国际法及国内法,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采取的正当反制措施,对于菲律宾方面,关于物资不计受阻,传员生命受威胁的指控,实际上是中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,对非法侵占行为的一种必然结果,中国始终秉持人道主义精神, 但绝不会因此放弃对非法行为的坚决反对和制止,面对中国的坚定立场和游历行动,菲律宾方面显然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, 从最初的哭闹抗议,到试图通过空头补给的方式突破封锁,军未能得逞,特别是8月28日的空头补给行动,被中方海警提前截获,不仅未能缓解坐摊军舰上的困境,反而进一步凸显了, 菲律宾在应对危机时的无力与尴尬,这种从失望到希望,再到绝望的心理转变,不仅是对菲律宾传言心理的极大考验,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深刻警示, 它再次证明,任何试图通过非法手段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,都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制裁, 菲律宾的挑衅行为及其在国际上寻求援助的举动,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,然而大多数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,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与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,需要当事国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渠道加以解决, 美国虽然表面上支持菲律宾,但实际上其军事准备不足,难以在南海与中国抗衡, 随着中美两国在工业能力和军事存量上的差距日益扩大,美军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, 在中东战事吃紧的背景下,美军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在全球的军事部署, 因此尽管美国声称有多种支持菲律宾的选择,但这些选择更多可能集中在情报、舆论等间接领域,而非直接的军事介入, 面对菲律宾的挑衅和美国的干涉,中国没有选择武力对抗,而是坚持通过外交渠道和和平手段解决争端, 同时中国通过发布先兵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等方式, 进一步表明自己对先兵礁的主权及实际控制, 这不仅是对菲律宾和国际社会的一次有利回应, 也是对中国在南海地区主权权益的坚定宣誓,南海问题错综复杂, 涉及多方利益,中国始终秉持和平、合作、共赢的外交理念, 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, 对于任何试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, 中国都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予以反制, 同时中国也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和正当权益,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。